大家好,我是香香 欢迎观看香香的编织教程 今天我们来自这款经典的麻花帽子 它是一款堆堆帽来的,就是比较长 然后后面就堆在后面 这个帽子就是非常的时尚啊 也非常的经典 其实这个麻花帽子啊 每年它都流行不过时的,是吧 而且织出来是吧 很高大上的 这个帽子呢,它其实不分男女的啊 男女都可以戴,只是你的颜色去选择啊 你看这个灰色,这属于中灰色 中灰色其实男女都,这个颜色也是男女都可以戴的 这个是那个月朴线织的啊 就是二两一团的,用了两团啊 然后这个呢,我制的一个白色 这个呢就是那个,这个就是松鼠绒织的 这个就三两一团的,就用了一团线 我这个帽子是用4.0的半帧织的,它的帧数都是一样多 啊,都是六十八帧这个帽子 这个,六十八帧是这个帽子的高度 然后五片都是五片,五片就是这个头唯一的大小 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我用4.0的帧织的 就是,帧小了一些 然后这个帽子就是,这个是52,52到54的头唯,都是可以戴的 然后这个帽子我是,帧数也是六十八帧,也是织的是五片 它的,它的帧法都是,帧数都是一样多的 它只是用了,我用了是5.0的帧织的,所以这个就要大一些 好,现在开始来织啊 啊,我这个帽子是用这个松鼠龙织的啊 用4.0的组碳针 那么我今天用这个来织,岳浦线 4号是多少啊 29602的 它说一个中灰色 组碳针用5.0的来织,用大一号的针来织啊 这个帽子就是 五十四左右的头尾可以戴 五十到五十四的头尾可以戴 那么我想要知道,你用粗一点的针啊 然后这个帽子,这个帽子是横着织的 从这里往上这样织的去 然后呢 一共这个帽子是六十八帧 但是我们起针只起六十七帧 我这个帽子就是这样绕线,绕线起针的 这样子起针的 最近就太多的帽子都是这么起针的 那么这个帽子我就来改一下啊 不这样起针 一样的 呃,跟编织,编绕线起针其实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模一样的啊 啊,就这样 然后在两帧的 中间 这样子就是 迅速的朋友 容易学一些啊 那 在这一帧的后面两帧的中间这里 全部织下,起下针 啊,起六十七帧啊 好,这个六十七帧就起好了 现在来排花,我们从这边开始织 前面是八帧的这个帽颜啊 八帧的搓板帧 全部织正帧 我们第一行的第一帧是要织的啊 后面的第一帧都是不织的 调下来 织八帧 八帧搓板帧之后 有两帧的反帧的间隔帧 好,织两帧的反帧 接下来 这个麻花帧它是十二帧 所以织十二帧的正帧 非常明显 是不是多指了一针呢 看一下数一下啊 12针指好了 12针指好之后 这里还是有两针间隔针 反针的间隔针啊 好 然后就到这里 这个骨两针的正针 然后两针正针过后 这里也是两针的反针间隔针 好 这个麻花它是六针 所以织六针的正针 好 六针正针的这个麻花过后 这里也是两针的反针 然后这个也是六针的正针 六针的麻花针啊 是六针的正针 几针啊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好 这个麻花过后这里是两针的反针的间隔针 好 指两针的反针 然后这个骨是两针的正针 好 指两针的正针 两针正针过后 这个骨跟麻花针 之间也是两针的反针的间隔针 是两针的反针 好 这个麻花也是六针 啊 六针的正针 麻花针过后也是两针的反针 啊 接下来看一下针数还剩下十一针啊 一二三四五 我还剩下十一针 那么就是这个帽顶 帽顶是这样收的啊 收出来这种形状的啊 那么这个十一针就支撑全部支撑正针 好 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啊 我刚才就说这个帽子是六十八针 只起七针 只起六十七针 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要支成这样子 要收成这样子的啊 所以他们在最后面 每一圈 每一行到最后面 这里要减针的 刚刚这里是没有减针的 对不对 如果起六十八针 那么这里就要减针 第一圈就要减针 所以我第一行就没有减针 就只起六十七针 少起来一针 到后面调的时候 剪完之后要调嘛 调到时候就是调到六十八针 这里这后面就是十二针了啊 然后帽数 这个帽数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大家用笔记一下啊 这个八针 八针是搓板针 就是正面反面 它都支正针 这个是八针 第一圈开始啊 这是八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十二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两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六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六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两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六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十一针的正针 这是第一圈的啊 后面就知道怎么弄了啊 只要第一圈排花 没有排错 后面就不会错了啊 发展用笔记一下啊 然后现在来织第二圈 第二行啊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从第二行开始 第一针全部挑下来不织啊 然后 这个十一针是织反针呀 背面看起来是反针 那么就织反针 反面就是这样子啊 你看的是反针 就织反针 正针就织正针 就是那八针搓板针 要织成正针啊 好 你看这是正针 两针正针 我们就织成两针的正针 这两 这个反针 我们就织成 反针 就这么织啊 你看正针就织成正针 反针就织成反针 我们就这样织到 剩下八针啊 好 最后剩下八针 这个帽颜的搓板针啊 我们反面也是给它织正针 啊 反面看上一圈 上一行是反针嘛 这边也给它织正针 这个搓板针 其实从正面来说 正面反面都是一样 它是一圈的正针 一圈反针 一圈正针 一圈反针啊 所以我们正面之正针 反面反过来也是之正针 好了 正面来第三行了啊 第一针挑下来不直 然后也是八针的正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这后面也是 见反针 织反针 见正针 织正针 我们这样织六圈 开始织六圈就有麻烦啊 所以刚开始就是这么织的 你看到正针就织正针 看到反针就织反针 这里啊 到最后面这里 我再来教大家啊 好 直到最后剩下帽顶 这十一针了啊 然后制成正针 好 最后这两针 给它并做一针 接下来 每一道这一边 到这一头 帽顶这一头 这头结束这里 做两针并一针 直到把这个十一针 全部收完为止 全部剪完啊 反面就不用教了 反面就是 都是一样的啊 见什么针 织什么针 这个反面就自己织了 织过去了 直到这个最后面 这八针 这八针这个搓板针这里 把它全部织成正针 啊 好 现在织织来织啊 第五行了啊 前面 还是搓板针 织正针 这有两针的反针啊 然后两针的反针 这个前面还是 见什么针 织什么针 啊 大家中间就自己织了啊 织到这个后面来 好 这个织到这个最后面 这里还是记得要两针 变一针啊 就是我们起针这个线头 这个位置 千万不能弯掉 每一圈 每一行到这个最后面 都要两针 变一针啊 啊 这是第五圈 然后把这个反面 给它织过去 反面就不焦了啊 反面就是 每一行的织法 都是一样的 这里织了六圈 现在开始了 你麻花了啊 前面这个八针搓板针 继织八针 一二三四 然后这里有两针的反针啊 接下来 这个十二针 分两次拧 就是 右边六针 左边六针 你看从中间的 往两边走啊 都是中间往两边走啊 所以先把这 前面这六针 推下来 一二三 把这六针 推下来 然后前面这三针 是在下面 这个穿到这边 先穿上 然后后面中间 这六针 是在上面 往右边拧的啊 就这样穿上 这个 这个拧麻花 大家怎样拧自己 怎样拧方便 就怎么拧啊 然后把这 六针支持 正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好 六针 好 这六针 在中间的 往右边走的 然后这六针 中间的 往左边走的 所以也是 把这六针 推下来 啊 你看这后面 这六针 三针 穿到这个针上 在下面 然后前面 这中间 这三针 穿到这个针上 在上面 啊 再把这 六针 给支了 你看 然后中间 在这里 往两边走的啊 然后这两针的 间隔针 然后 这中间的六 这还有两针的 正针 就是这个骨啊 再两针的 反针 间隔针 好 你中间的 中间的这个麻花了 这六针 都是 从一个方向走啊 这六针 推下来 左边的 这三针 在上面 都是这么拧啊 这个就 每一次都 都是要同一个方向 好 把这六针 给支了 好 再两针的 反针 继续 这三个麻花 是一样的啊 把这六针 给推下来 穿上后面的三针 从下面穿 前面的三针 从上面穿 后面的三针 从上面穿 这样子 两针的三针 再两针的反针 这有一个骨啊 有两针的正针 再两针 再两针的反针 好 还有最后一个麻花 六针的麻花啊 推下来 穿上前面的三针 从后面穿 后面的三针 从上面穿 好 两针的反针 后面这个帽顶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好 后面这里 两针并一针 好 接下来就自己织了啊 反面也是一样的啊 见正针 织正针 见反正 织反针 只是这个麻花针 这里也是织正针啊 反面是织反针的 正面是织正针的 只是这个前面在搓板针 反面是织正针 然后 说一下这个拧麻花 这种大的麻花 我们是八圈拧一次 这种小的麻花 这种后面三个小的麻花 是十圈拧一次 大家 知道 把织完八圈啊 这个拧麻花这里算一圈啊 然后再次七圈 然后再拧麻花啊 大家把这个七圈给它织完 好 这个前面这个大麻花 这个八圈就织完了啊 大家从这里数 你看这里 你玩这个位置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八圈织完了啊 现在再教大家练一次麻花啊 只教大家一次了啊 把前面六针给它推下来 那 前面三针从后面穿 穿到左边这个针上 那 后面三针从上面穿 穿到右边针上 这样子 然后全部穿到这个针上 把这六针给织完 好 后面这六针把它全部给它推下 那 把前面 不对啊 后面这三针 穿到右边针上 在下面 中间这三针 穿到左边针上 在上面 差一点 刚刚差点搞错了 记得 中间这里都是在上面 往两边走的啊 好 这个麻花就拧完了 后面还有支两圈啊 后面的麻花现在不拧啊 后面的还是支正针 把这个支过去 再反面支回来就有十圈了啊 记得后面这里你看都要剪针的啊 每一圈都在后面剪一 剪两针 变一针啊 大家把这一圈 这一行支过去 再从反面支到这边来 就来拧这个麻花啊 好 现在又来拧后面的麻花了 已经十圈了啊 前面还是正常的支啊 照常的支 搓板针 好 这个麻花针支正针 两针的反针 两针的正针 两针的反针 好 这个六针推下来 你麻花了啊 这三针 在下面 后面三针 在上面 这个线 支一定要是慢点支啊 别给它支插线了 它这个很散的 这个线 很松的 两针的反针 推下来的六针 第三针 三针 是 对 小针 有一针 撒线 珚雅 都 都 三针 还有最后这一个麻花 最后面这三个六针的麻花 它的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 都是那么扭的 每一次扭都是一样的 结束这里 一针两针三针 拧着一针 接下来就自己织了 这里八圈拧一次 这里十圈拧一次 大家数这个边边 然后最后面 每一道后面都要剪一针 把这个十一针这个正针 全部给它剪完 我再来教大家 看一下 这后面剩下两针的反针 然后这个十一针还剩下最后一针 这一针要把它剪掉 那这一针反针 这针其实应该是反针 我们就这样子 用正针的方式把它这一针并掉 那么这就只剩下两针的反针了 剩两针的反针之后 等下这个十一针全部给它剪完了 我们现在调要调十二针 因为刚开始我们只是少起了一针 所以只有十一针 然后这里第一个针目这里 第一个辫子针这里是不调的 调第二个辫子针 就是刚刚支的这个辫子针不调 每一行都有一个针的辫子针 看到没有 就调辫子针里面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这里还有一针啊 就刚开始 第一圈这里 这是第一圈 十一针是在第一圈 织在第一圈这里跳 然后第十二针再哪里跳呢 在起针的这一个辫子针里面跳 我们起针的这一个辫子针里面 这个边边这里 从这里调第十二针 接下来的我们的每一篇的第十二针 都在这一针里面跳 都在同一针里面跳啊 这个就是这个冒点的中心点 好 接下来继续织 这个接下来织法跟前面的织法是一样的了啊 从头开始了啊 反面还是 调下来不织 第一针调下来不织 反面就是不加不减的 这个织 正面到这个位置还是要减针的啊 又继续要减针啊 好 这一针刚开始一试一正针的方式 反面就是反针 这一针 这一针我们还是要继续织成 反面要织成正针啊 这正面就是两针反针的间隔针 这边就是十二针 一二三四五六啊 大家就这样织 织过去啊 这个织到最后面了 剩下两针了啊 这两针也给它并做一针 跟第一片的织法是一样的啊 每一道正面这里 这是正面织过来嘛 然后最后面这里 两针变一针剪一针 同样的要把这个十二针 全部给它剪完之后 然后就又从这边调调十二针 又重新 再剪一针 一共这样的 这是一片 你看第一组 这个是一片 这一片织好了 这是第二片开始 那么一个也要织五片才可以的啊 好 这接下来就自己织了啊 织法跟前面是一样的啊 然后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个视频继续啊 再跟大家说一下啊 你看这个 帽顶这个十二针 只剩下最后一针了 再有两针的反针啊 第一针反针 织反针 第二针反针 织正针 把这两针给它并做一针 那么这就是 这剩下的两针 就是反针啊 接下来来调啊 第一针 第一个这个辫子 就是刚刚织的这个辫子 不调 从下一个辫子 第二个片开始调 第二个开始调 一针 两针 三 十针 十一针 好 最后这一针 在同一个针目里面 上一圈 这个边边这里 这个针目里面 上一片 这一片的第十二针 也是在这一针调的 那么这个第十二针 也在这一针调 接下来的每一片的第十二针 都是在同一针里面调啊 上面上次就说过了啊 好 调好之后 就这样织啊 重复着 前面的织法 好 看一下啊 这个 织了五片了 一片 两片 三片 四片 五片 五片 已经织完了啊 然后最后这里 应该这个大的麻花 要拧麻花了啊 但是这里我就不拧了 因为拧了 它挤着一堆 到时候要缝合了 就没那么好 好缝合啊 然后这里还剩下 两针反针 一针正针 把这针正针给 一样的 同样的给它 给 并掉啊 织一针反针 然后这针反针 给正针正针 这样子 给它并掉 那么现在就只剩下 两针的反针 这针针全部 全部并完了 剪完了啊 然后就还是这里 要调起来 刚刚制的这一针 这一针不调的 这个辫子针不调的啊 调下面这一个辫子针 调12针 1针 2针 3针 4针 5针 6针 7针 8针 9针 10针 11针 11个辫子针 啊 就调11针 最后在第12针 也是在这一针里面 这一针里面调 5片的第12针 都是在同一个针目里面调 然后调好之后 这边是刚开始 我们起针的那点啊 然后这样子 面对面 这个是面 这个是正面 这个是反面 正面对正面这样过来 啊 现在来缝合 这里 一针 这边啊 每一针都有一个这样的辫子的 那 有一根这个辫子 有一根这样的线 我们就调这一根线 这一针 这样子 吃过来 第二针 第二针 然后把第一针 靠过第二针 放下 这就 锁了一针了啊 然后再织一针 那这里 每一针都有一根这样的 一根一根这样的线 或者你看不清楚 这一根线 那每一针这个辫子里面 你就直接插这个辫子里面也行啊 插这样的辫子里面 就是一针对应一针了啊 那这边制一针 这边调一针过来 然后把后面这一针 给它放下去 这就这么锁啊 好 这个就自己锁了啊 就这样子放了 把它锁完啊 这个缝完之后 再给它 把这个线给它调过来 等于一个锁针一样的啊 然后断线头 调出来 再把这个线头往里面 插一下就是了 这个帽子就结束了 里面的线头 再给它处理一下啊 你看我们缝的时候最好是怎么说 这里我是没有拧啊 所以这里看起来宽了 其实帧数是一样的 你看 这个针对麻花对着麻花这样子过来 反针对反针 针针对针针 花对花这样子啊 这个平板针对平板针 最好是这样子对好 这个帽子其实看一下也有蛮大的哈 这个帽子还是有那么大的 就是 56 58的头位都能戴的哈 有那么大 60头位估计也能戴 就是如果要小一点的话 像这个要小一点的话 这个就用4.0的针 这个大一点的话就用5.0的针 如果你还是觉得你的手比较紧 现在手很紧啊 手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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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紧的帽子就会小 而且会硬 很硬的 你看这帽子就很软 是不是 那么你的如果是手紧 这个5片 这个帽子像这样子的 还是不够大的话 你就织 1 2 3 4 5 我这个是5片是不是 那么你就多织一组 这个帽紧织6片 那么它就够大了哈 好 这个帽子的教程就全部结束了啊 拜拜